我对发球机都是不屑于顾的 因为冰冷的机器是无法代替员工的 事实上虽然发球机不能代替教练员的某些工作 但是对于熟练掌握动作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 它的作用不亚于一名培令员 这几年来为了让发球机发挥最大的作用 不至于成为肺铜烂铁 我们开发了100多个系统训练计划 让您的正手反手搓拉接发球等环节更好的系统学习 让老黄带您走进发球机的训练课堂吧 好 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发球机训练计划的第七集了 在第七集里面有10个训练计划 那么在这10个训练计划当中 都是以打两边转换为主 正手反手的转换为主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两边的慢转换 我们要学一个动作 学一个技术都是从慢开始的 而不是一下子就打得很快 打得很快的话 我们的动作没做出来 就手就去够球 这样子的话就容易被球顶住 而扯的话动作就顾不上 应该是一板 做完动作再过来做一板 这是慢转换 我们要运动员来引试一下 这个慢转换的话 可以用我们的上旋球来 上旋球来进行 到反手就用反手调整 对不要停 脚底不要停 当然的话 这个看着运动员去打的时候 越打可以越快 这个开始从慢的开始 到位的时候两个脚不能停 大家可以看着他的脚一直是处于运动状态的 人都是不停的 虽然说球慢 这个球的训练不利于练的太多 就是累一点的话就要下来 大概二三十个一组 二三十个一组 如果你的能力再差一点的话 就十个一组慢慢的寻寻进击 从简单到复杂 从慢到快 从量小到量大 都是有一个接触的过程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而不需要一下子就给我大大的运动量 这样子对我们的球迷进步是没有好处的 第二节就到我们的两边慢拉训练 两边慢拉就是正手反手的下旋球 下降期击球 让队员每一个球 或者我们自己每一个球的动作 都把重心都把动作做起来 这是属于我们的慢拉 不需要快 而是找到身体占好胃 蓄好力 吃住球 顶住球的这种感觉 来我们可以教运动员演示一下 下旋两边慢拉 下降期 好的 发球的时候 发球机调的速度 两边下旋 不要调的太快 你看它就跟不上 有点脚底跟不上脚底 反手跟得上 正手老是打不上 就动作太大 等一下球动作小点 对 吃住球不急 不急的冲 这种球的话 就是要练我们的什么感觉 吃球的感觉 动作做完的感觉 好的不错的 身体带 身体带 好的 对 我们在练这个时候 也不需要太大的运动量 两边慢拉 注意做好动作就可以 这个训练计划 对于将来我们的调整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在最后注意一个的话 在练习过程中 脚要一直要动的 好 第三节就到我们的两边摆速训练 那我们两边摆速训练的时候 一定不要拉拍 在这里前面 这个手在前面 不要拉过来 就全部在前面顶 在摆速的过程当中 都是靠我们的两个 就是我们的腰块 全部横摆一点带出来就可以 千万不能拉拍 在练习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速度调快一点点 来 来我们叫运动员来演示一下 正反手的两边摆速 上拳球 不要拉拍 对在前面就往前顶就可以 对 拧上去 对 像这种速度是可以的 再快一点 可以再加快一点 如果你的能力没有那么快 就慢一点 但我们的原则是每一个动作 一定要做完 一定要做完动作 好的 对 原则上一定要做完动作 不要做到一半 或者做不完 好 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成人球没打到这样子的话 就应该停了 因为这个要求比较高 从这里挥到这里 两边身体带 它的要求比较高 不需要打得太多 不要打得累垮了 就是感觉到有点皮 或者顶不住 快顶不住了 这个时候停休息一下 再来打